她是诸多经典穷瑶剧的女主角 几度夕阳红中温柔的梦主 不吃不吃 以后啊 不论悄悄到那催催在那一概不吃 烟雨萌萌中 倔强的衣萍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又可以怎么填补我妈身间来的空袋 庭院深深中纯情的张寒烟 我爱你 我一直就爱着你 如果我不爱你 我就不会那么苦呢 她因塑造的穷瑶剧经典形象 被称为穷女郎 精湛的哭戏 更让她火风泪眼影后 曾获金钟影后殊荣的她 近年来 更因出演皇太后太后的角色 而被网友封为最慈祥御用母后 皇帝最要紧的 就是身边有个贴心的人 不像老时期 到底还没有安定下来取个福建 出道37年 近110多部作品 掌声有请 刘雪华 一般人会觉得你在屏幕上 跟在生活中的差别是很大呢 还是完全是一样的 我觉得会很大 其实我以前在香港演的电视也好 电影也好 都是比较强势的角色 就是比较中性的 事业 就是女强人啊 或者是侠女啊那种 可是没想到 我到全小姐那边演的是一些那么 那么 娇柔啊 然后一变凄凉啊 然后比较可怜的角色 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本身的个性也不是那么柔弱的 听说你在家里面待时间很多 然后你很少打电话 我几乎都不用手机的 然后你也不上网 我不会 所有电脑的要按钮的东西 像什么微波炉啊 我连看碟我都没办法看 我连手机 我连那个什么 简讯 或者是有时候储存电话 我都要带一个小本 我出门都要带一个本 然后电话本要打 翻了电话再来打这样子 那你怎么样跟外界保持联系呢 因为我不出门 所以我留家里的电话是永远找得到我的 如果我在剧组 他们也有办法找到我的 我看看你的这么多年演戏的那个单子 我发现除了几部穷瑶戏之外 你演的几乎全部都是年代戏古装戏 对对对 时装戏很少 可能就是那几部穷瑶戏是时装戏 他的时装戏 其实也是有年代的 也不是说现代的那种 对 我几乎也有了 但是很少 对我们来回顾一下 来 1978年 一部情不自禁 让刘雪华正式跨入影视圈 那一年 她是七岁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和你的一般朋友 你们救了我 1986年 她主演第一部穷瑶剧 几度夕阳红 娇柔俏皮的李梦竹 助她入围台湾金钟奖 那时起 穷女郎称号 半爬至今 这好啊 受的就是一把骨头 向他们看来就讨厌 还要告诉他们我有肺劳病 将他马上退婚 多种角色尝试 她可温婉 你不再爱你 那我就真的喜无将生之地 可硬朗 我才不怕他们 从头收到何长官的文件 正是生我段屏长 楚楚可怜 我苦 我冤 可是我只好 也就这样做了八年的夫妻 骄俏任性 反正我活到二十岁了 联系我一父女之间的 就只有金钱 我现在的东西 是金钱买不到的 可严苛 给我拿出东家的东 给我分析的尊非贵贱 可慈爱 皇帝的生命 我养世的荣耀 我好几十岁了 你不及那种 三十七年影视录 一百一十部影视作品 她诠释的爱情 成为一代人的情感标杆 这只是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有代表性的 如果把全部都列出一个名单的话 一百多部 我相信可能有一些 你自己看到 你都会 有那么几秒钟 你就会愣一下 这部戏我拍过吗 对 会有 有的时候是 这个是哪一部戏 第一部戏 情不自禁 那年才还是学生 十七 十七岁 对 白发魔女的时候 也是十七 你还能记得 你演的第一部戏 情不自禁 你第一天拍戏 拍的第一个镜头 第一次就拍跳楼 然后就是走到那个楼上 然后在那边哭 第一天拍戏 但哭不出来 因为第一天拍戏 其他的讲台词 要走啊 什么 难过 那些 我都觉得自己很好 都是OK的 就没有问题的 就是到真的要哭出眼泪来的时候 越想哭出眼泪 就越哭不出来 所以现在我常常 也跟一些新人他们讲 我说你 不要在意眼泪 你要放松 在你演全好戏之前 哭对你来说 已经不是问题了吧 不知道 从来没有人会知道我会哭 也没有人觉得我会哭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哭 你生活中爱哭吗 不爱 比如你以前你看戏的时候 看戏的时候会哭 会哭 那个不是生活中啊 就是我很容易被感动 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 眼泪 不是 大颗一大颗的掉 也是 因为我 我一直到拍 其他的戏的时候 才被人家发现说 我很能哭 我自己从来不知道 最早拍戏的时候 是拍全阿姨的戏 然后 我觉得那个戏里面 不管男演员还是女演员 大家都练就了一身这样的本领 像我这个《胭脂水》里面 是跟雪华姐合作 她是我很佩服的 她很能哭 她很能哭 而且那个 眼泪的颗粒非常的大 然后在那个 你看起来 她就好像 我觉得她那个眼睛 好像没有那个 块 反正就是一有眼泪 然后就巴哒巴哒 大颗大颗的往下掉 好像就没有 因为平常我们还会有这个 叫什么 这个下眼 眼轮炸鸡啊 这个叫什么 然后会挡着 然后你会 你会觉得 怎么还不掉下来 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雪华姐是 就很容易很简单 我自己从来不知道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哭吗 都是不一样 原来我后来才发现是 我的眼泪比别人大磕 所以我哭一滴眼泪 人家可能要哭三三四滴 你才看得到 那我那一滴就很清楚 而且有声音 很重 因为我的眼睛可以 存到满了以后 才掉下来 眼泪 我不是故意存它 它就是 它的眼泪很重 我不会讲 我常常写那个 写日记 戏里面啊 不是常常会有写日记啊 什么的 写着写那个眼泪 就掉下来那个日记本 他们收音都是收到声音的 懂 懂 我跪那拖地 或者我在干嘛的时候 你的眼泪 懂 掉到木地板的声音 都收得到 他们说你眼泪怎么那么重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所以就特别明显 所以他们常常讲 我是不是能控制到 哪一句话 落眼泪 因为他们说 我戴背跟正面 都是同一个点落泪 我说是因为 我会在 这一段词里面 那一句打动我 它还是到那 我就心就会 眼泪就会下来 我说我不是 谁控制 谁能这样子 不可能的吗 我终于体会出 人生还有比爱情 更珍贵的东西 那就是你对 巧柔的一份心 听到很神 那是导演 就是说你还记得 昨天拍了个镜头吗 你说记得 左边是一滴眼泪 右边是两滴眼泪 还是左边两滴 右边一滴 没有 还是很多事 因为他们很喜欢 就是现场 他们会接戏 大家会注意 那边是 是这个 到我下 明天 我改天拍的话 这边要联系 他们会记 哭完了很累 那种感觉吧 哭完了很松 很放松的感觉 很棒 我想人其实没事 就要哭一哭 真的是放松了呀 就好像拍舞打戏 拍舞打戏也很好 拍得也很累很累 一收工 哇好松啊 全身的骨头都松了 就好像做了运动一样 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我们カża shifted 再一次 我们回去 跟随忽 让开 但还是